美国针对两岸太阳能新双反调查案 那么公布了反请销出判的结果 国内太阳能产品意外遭到了科储35%的高税额 那么预估未来中国大陆输入到美国的订单恐怕会全部流失掉 初期对于产业的营收冲击影响了三成 因此今天盘中包括了硕和中美金还有茂迪玉金等等多档相关的个股 股价受到影响开盘就亮灯跌停没有办法打开